台灣天氣潮濕 你的皮膚是常常 這裡癢哪裡癢呢 尤其在季節交替變化的時候 你的皮膚是不是又開始鬧脾氣了呢 今天就來幫你解決 失枕的呼籠吧 哈囉 我是王醫師 你訂閱我們的頻道了嗎 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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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汗汗者流氏 大家好 我是了解 帶來的了解中音大小事 大家好 我是王醫師 其實失枕是一個很廣泛性的地獄 常發生在嬰幼的身上的 畏性皮膚炎啊 或者是有時候在手上 會長一顆一顆小水泡中 甚至一些富貴手 都可以算是濕疹一個範圍 有的時候是濕濕的水水的 有時候是乾乾的 甚至會脫血 這些的話 都可以統稱是一個濕疹的一個範圍 其實中醫在治療這些濕疹 甚至一些皮膚相關的疾病 都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人去看了 西醫的皮膚科之後 有時候吃了一些藥 甚至擦了一些類固醇 其實症狀一直反反覆覆 就是因為他體質沒有做一個完整的調整 那從中醫的話 我們從根本 或是從體質 把他這些生活習慣 甚至一些飲食 味道都全方面做好的話 才有辦法把這些 皮膚的疾病徹底的根除 濕疹的話 很多人會跟我講說 有分乾性跟濕性 應該是說 先從他的發作的時間 在急性的濕疹的話 皮膚表面上一種紅腫 甚至癢 甚至有時候會起一些小水泡 甚至有時候抓了之後 他還會生出一些主治液 這些就比較偏向一些急性的濕疹 慢性的濕疹就是一些皮膚已經反覆的發炎了 皮膚開始產生一些角質化 乾乾的 甚至脫屑還有一點點色素沉澱的話 這個就叫做慢性的濕疹 其實濕疹通常都會伴隨著很癢的狀況 第一個我們還是要盡量避免去過度的刺激到他 所以有時候會建議他指甲一定要做四度的修剪 不然有時候抓一抓他又破壞了我們的表層 那個癢的狀況會更嚴重 他日常生活的話 第一個洗澡的時候避免洗太熱的水 因為有時候洗太熱的水 會把我們皮膚的一些油脂帶走 皮膚反而會更乾 清潔用品的話盡量學一些比較不會刺激性的 那在內液方面的話 我會希望是選棉質的 那如果有流汗的時候 就趕快把那些汗液把它擦乾 避免他會流在皮膚上做一個刺激 那除了日常作息方面 是不是還有飲食也很重要 飲食也很重要而已 有些東西的話盡量不要吃 第一個算是甜的東西 第二個當然就是一些刺激性的辛辣的 像蒜頭辣椒這種東西 那當然第三個是我們一些燒烤油炸的 還有一個第四個就是一些像帶殼的海鮮 有些人吃帶殼海鮮 其實皮膚也會變得比較容易發炎 那感覺什麼都不能吃耶 好痛苦喔 除了之前之外 有些東西還是可以建議吃 因為有時候像我們去看他皮膚 如果他是比較偏紅的 大概把他再發炎的話 就可以建議喝一些藝人 玉豆 或者是冬瓜 苦瓜這一種可以輕熱除濕的 那如果像是他的皮膚比較說沒有那麼紅 可是腎厨液很多的話 這代表有點皮鬚的狀況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喝一些四神湯啊 這一種把他的代謝時期加強 那很癢的話 我們今天會教大家四個常用的質養穴道 其實他也可以改善我們皮膚的狀況 讓我們皮膚更紅潤更有光澤 那也常常被稱為中醫的四大美容卷 那這四個穴道的話分別是 河谷 驅池 雪海 三陰礁 嗨的時候我們還是一樣 找到我們穴位之後 輕輕的下去揉 揉大概20秒左右 會感覺到有點酸酸麻麻的 再休息一個10秒 那我們其實可以一次的話可以按到5分鐘左右 喔你剛剛按我的時候真的會有點痛耶 你是不是有按到一個穴位嗎 就帶著恨意去啊 喔好奇怪 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西醫的時候他們都有皮膚藥膏會給我們擦嗎 那中醫會有這個藥膏嗎 那中醫的話其實外用的話 其實可以讓我們的療效更好喔 那今天要介紹一個就是中醫的外製法 它可以濕敷在我們一些紅腫 或者是癢的地方 讓我們一些驅風滋養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分別是 蛇窗紙 黃泊 苦生跟白血皮 那今天的話各準備補錢 把它放進電鍋 外鍋的話加兩杯的水 那藥液的話 稍微比我們的藥材稍微高一點點 把它按下去跳起來就可以 製作好的藥汁把它放涼 溫溫的時候用一些化妝棉啊 甚至紗布 把它濕附在我們的患素或是癢的地方 那敷的話時間大概是 5到10分鐘左右 好了就可以其實把它拿掉了 喔所以這樣子敷完之後你的患素會有改善 比較不會癢 比較不會一些紅腫啊 嗯嗯嗯嗯嗯 再搭配你開的藥來調理 還有飲食的作息生活的習慣 好今天呢我們就講到這邊 然後有問題就可以來幸福和一堂找我們的 黃俊傑醫師好不好 或是你也可以去他的粉絲專頁 或是我們的粉絲專頁私訊他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然後或是在我們這邊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歡迎我們按讚分享 加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好的先這樣走 大家掰掰 掰掰 哇你真的很棒耶 你越來越上手了 以後你要解個鈴鐺 嗯 今天就來幫你解決 吃整的哭嚎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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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可憐奶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